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中小型加工厂 还是所谓的线上教导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动作 它就会占用机台的操作时间 因为你在换刀的时候 你机台就要停下来 然后你该要做一次教导 那一个完整教导 搞不好是20分钟 30分钟 有时候甚至一个小时 在德国那边的比较先进的做法 其实就是说我们教导仪 我上面已经有装有RFID的读写筒 然后刀杆上面都装RFID 然后接下来 我配上新的刀具以后 重新教导以后 这个数据就自动连线 然后他就直接把它写入到机台里面 大家好 欢迎回到TCMIC产业要闻 我是主持人Robert 今天我们将持续探讨RFID技术 在产业界中的广泛应用 由于我们的听众主要是以工业产品为主 那特别是在CNC产业 那在近年来的这种自动化的浪潮下 RFID的刀具管理逐渐收到业界的关注 这是一个能够提升生产效率 降低停机时间的重要技术 为了深入探究RFID技术在刀具管理中的应用 我们邀请到豪玉电子的廖春豪先生 豪哥 他将为我们介绍豪玉电子在刀具管理中RFID的应用 并分享他的专业见解 那现在让我们听一下豪哥怎么说 那豪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豪玉电子跟您自己吗 大家好 我叫廖春豪可以叫我春豪就好 我们豪玉电子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那我们主要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都是做机械收编的一些相关的控制器 我们起家是做一些磁力控制的 例如说电磁盘的控制器这样子 那在大概四五年前 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 我们也踏入了这个RFID的领域 我们觉得这个RFID在工业界的应用非常有潜力 所以说我们大概自己也开发了自己的RFID 智慧刀感用的RFID的产品以及一些读写器的应用这样子 那豪哥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RFID技术的特点 以及如何应用在CNC刀具管理上面 OK 那其实TCMIC这是一系列的访谈就有所知 那在第一集的时候 其实那个RFID的相关特点已经介绍了非常深入 我这边就简单讲一下这个RFID 为什么要在CNC刀具管理那边用RFID 那其实RFID在一般的人生活中都用了非常多 像悠悠卡啦 一卡通啦 这些全部都是RFID 那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 大家觉得很神奇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神奇 像例如说他不用接触就可以读取 或者是他不用电池的被动式就可以读取 这些大家现在都觉得是西书平常 那RFID在刀具管理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这个ID的功能 其实RFID它就是Radial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身份辨识者的功能 每一个RFID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嘛 那以我们常用的 例如说这个ISO15693这个标准里面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64bit的身份嘛 那64bit多少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 简单的用10后面几个0来讲 就是10后面有19个0 那这个东西原则上用到人类灭亡也用不完 那10后面19个0大概是1亿个1000亿大概这么多 所以说你可以去想象就是说 它出厂的时候每一个RFID里面 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的序号 然后这个序号跟全球的所有人 跟接下来10年20年 甚至100年制造的Tag的序号都不会一样 所以说常常会有人说 你这中间的序号怎么编码 人们想象可能是说 有一个流水号的自动那边累加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在ID里面自己就已经把它买好 那有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把你每一把刀 里面都可以直接让它有一个唯一的身份嘛 所以说这是RFID 在刀具馆里面也非常重要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可靠性很高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抢这样的就是 我们可以去用雷雕去刻一个8code或是QRcode 但是这个刻上去之后 在CNC使用的这种刀杆 它其实是钢的材质 它用久了它会生锈 而且上面常常会张一些切消油啦 或是粉尘 通常操作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可读性就会变得非常低 RFID刚好就是你如果适当的封装 把它封装好之后 它对于这种油污啦粉尘啦 它其实非常的耐 然后它的读取基本上也没有寿命限制 你可以无限次的读取 所以说这个是RFID在这个刀具管理上 比起传统的例如说8code啊 雷雕的那种8code、QRcode 有这样非常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的刀具管理的运作方式是什么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如果我们改用RFID来进行刀具管理 除了刚刚您提到的刀杆不生锈、唯一码 然后读取较为稳定 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吗 对那我现在先大概讲一下就是现行刀具管理 刀具管理到底要管理什么 其实以一般洗床来讲 洗床它其实工具机它是透过刀杆去握一个刀具 因为工具机的那个夹头那个夹口其实是统一的 那我们就需要例如说用了BT40 然后BT30这样子的刀杆 然后前面再去夹刀具 那刀具的种类非常多种 你可以想象例如说你随便去找国内一家刀具制造商 它的产品行入都变得像字典一样里面可能还有几万把几十万把刀都有可能 那从里面的刀的种类刀的材质备加工物的材质 这些东西一般使用者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放把它锁到我们刀杆上以后这把刀基本上它就你只能靠经验或是靠纸本把它记下来就在上面锁了是哪一把刀 原则上就只有现场那个工人才可以知道 比较管理好的那它可能就是它旁边会有个列表来用手写的管理 或者是把它挂一个狗牌 就是说又用个钢尺然后前面全 这是A刀这是B刀 然后A刀上面写什么详细的资料 后面才有个纸本或是有电脑Excel这样子 基本上那狗牌如果飞掉了 或是你摆的位置不对了 那这把刀我们就称它就流浪 就是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 那所以说这样子已经算是好的管理了吗 对基本上现行的管理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有点像是你去参观日本工厂嘛 他们都会说啊我们的这个锤头要放这边 然后那个罗奈白要放这边 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标签 然后这个盒子就是放这个 他们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现行的工厂基本上也是这样子 它会有一个橘色的很多个刀架 然后一号刀要放在一号刀位 二号刀要放在二号刀位 然后一号刀上面装什么 二号刀上面装什么 原则上都是已经管理好了 这个东西已经就是心之有念 那所以说我们目前在推的这个刀具管理是 在我们目前闲之有念的东西上面 有做进一步的优化吗 对对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个东西 第一步是做数位化 你没有办法例如说我随便拿一只刀 如果这把刀放在不知名的地方里把它拿回来 你可能很难辨认说这把刀到底原本是放在哪里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刚刚那个ID的功能 你如何让这把刀得到它的唯一身份码 然后用这个身份码可以trace back回去 它原本该属于哪里 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把它刚刚讲的 哦就是这上面到底装了多少刀 然后上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刀 什么时候装的 谁装的 它的刀场跟刀镜 这些东西全部都存进去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到 智慧化管理的第一步 就是把数位化 数位化以后之后才会有所谓的智慧化 就是说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去统计 我们就来刀具的使用量 或是说刀具寿命的判断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改用RFID进行刀具管理 主要是因为让它进行数位化 跟后续的这个身份的吗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OK 那刚刚我们谈到了很多这种 刀具管理的优势跟现行的做法 那通常我们在刀具管理主要是管理什么 在应用RFID的技术下面 管理有哪些方面是改善的优化的 好这个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常常人家说啊我这个有RFID之后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具体可以做的 那我这边看到了的 就是在在我们这几年推动 真正的重要的application killer application 主要有两种 第一个是线上教刀 我们把它改成离线教刀 那这个我们可能故事会稍微讲长一点 就是说一把刀子装上去的时候 因为那是人装上去的 所以说这个刀长绝对不可能是很精准 因为人装是会有一些误差 所以这刀子到底装上去之后有多长 这件事情对加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你就常常可以看到 有那种什么Z轴的设定仪啦 那一开始刀子装进去的时候 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中小型加工厂 还是所谓的线上教刀 就是我把刀子放上机台之后 用机台去碰一下那个教刀仪 碰完以后我才知道这把刀子有多长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动作 它就会占用机台的操作时间 因为你在换刀的时候 你机台就要停下来 然后你该要做一次教刀 那一个完整教刀搞不好是20分钟30分钟 有时候甚至一个小时 因为看你里面有刀有几百 有多少要叫这样 这些时间都是会损耗掉你的驾动率的 那有另外一派的做法 就是我们离线教刀 那你可以看到有许多教导仪的厂商 就是我离线用光学的方法 用投影的方法 我可以离线去量出来这个刀长 或是刀径 那我量出来以后这个数据 我要怎么让机器知道呢 那传统的做法当然就是我写一张 这个刀长是多少多少 它可能是一个六个数字的数字 然后接下来我到机台那边 一把刀一把刀竖进去 那这中间就会产生很多风险 就是说如果输错了 那你可能会撞刀 可能会造成你祖族啦 或是机台的损坏 后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我在这个教导仪这边 教完一刀以后 它就直接输出一张贴纸 那它是一张八扣 我把它贴到刀子上 然后接下来到机台那边 它有一个 有点像是超商结账的那种 读码器这样嗶嗶 然后就把它读进去 这是后来比较进化的做法 但是那张纸也是一次性的使用 如果把它用 能够导入RFID 而且机台跟教导仪都已经联网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像现在 其实在德国那边的 比较先进的做法 其实就是说 我们教导仪 我上面已经有装有RFID的读写头 然后刀档上面都装RFID 那它放上去之后 它会先就BB一次 BB一次就知道 我这把刀是什么刀 然后接下来 我配上新的刀具以后 重新教导以后 这个数据就自动连线 然后它就直接把它写入到机台里面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掉很多人为 或是中间 那个资料传输上面的实物 也可以去管理说 我现在到底有几把刀 他们叫了多少刀场 自动把它数据化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应用 就是说离线的教导 第二个比较先进的应用 就是刀具的寿命预测 刀具寿命预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到现在 其实还是蛮大部分都是靠经验来判断 就是说我今天在加工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做少量多样的工厂 那少量多样的工厂 它通常是用到说 啊我今天工厂跑掉了 或是这把刀崩掉了 啊我才开始换到 那今天如果是 大量量产工厂 我的这几台机台 就是可能这两三年三四年 全部都只做这个产品 那他就会去需要去统计说 我这把刀到底多过多久需要换 那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个呃人为的经验 啊就是说我做几千 piece 之后 啊我这把刀差不多就要换 如果有这个呃 RFID在里面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很精准 我们这把刀用了多久 因为我们可以从那个城市里面去捞 我这把刀什么时候出库 出库以后执行了多久 啊甚至转用什么样的转速转来机转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数据呃自动存到原短 然后接下来你在后台 就可以跑一个呃大数据的分析 哦现在的AI很流行 可以用AI去分析它 哎我这把刀到底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呃 更有效率的 我可以再把它操得更久 那有些刀是不是很容易就崩刀了 对那是不是我的进击啦 或者设定上哎出现一些问题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先进的应用 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比较常看到 就是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应用 就是说我今天在换刀的时候 哎这个刀来了 然后常常是使用那个要换到的那个操作员 那就看这把刀是什么 那他可能是凭经验或是凭一个资本 啊这把刀是什么 然后他就去仓库里面 拉一个抽屉 然后接下来就把刀换上去 那这中间就会有例如说 啊我这把刀不小心拿错了 或者是哎我我乱拿 或者是我今天这把刀明明还可以再用了 但是我我弹求自己的方便 我就把它坏掉了等等 那你的这个仓 仓储的控管就很糟糕 所以说一个更基本的应用 就是说我进来逼的时候 哎逼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是谁 PI就是这个负责人是谁 然后接下来那个仓库的某一个仓门 就自动打开 其他的你也拿不到 那你也只能拿一支 或者是他有人现在国内 我们也有合作在开发 一个像纽带一样的系统 就是我逼了以后 那个那把刀就装在扭蛋里面 然后就一个扭蛋这样咕噜咕噜滚出来 然后就把这把 你就只能装这把刀 然后什么时候装 谁来装这个全部都可以知道 那这样也是可以 大幅度的节省这个刀具的使用的成本 这样子 所以说目前在刀具管理上 引用上RFID 大致上我看到最最重要的application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种 听起来他应用的方式其实很多元 就像刚刚讲到的那个刀具寿命管理 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去比较 我买这间厂商的刀具 到底跟其他厂商的刀具 有多少的差别 我觉得甚至可以把那个operation的效率提高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那我们还可以去确认他的转速设定 因为我们现在我相信这些转速设定 都是经验坛 我相信很多那些在写程式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数据 我老师在搞阿公啊 我说的好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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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两个 只是我这边目前就是 看各家厂商做的 就是说现在目前现行真的有在推 那如果真的导入的话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是目前都还没有想到的可能性 还有很多可以可以再继续改善 目前我们的CNC刀具上的刀杆有百百种 不管是BT、DIN、CAD、HSK、CAPTO 甚至有些是自制的 那这么多种的刀杆在应用RFID技术上面 进行刀具管理时 目前有没有比较常见的标准 这边标准的部分非常多 很多是Proprietary 也就是说每个 有一些公司自己定的标准 那我这边想要介绍的 有两大类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是 有关注这个智慧刀杆的听众们 很值得去了解 第一个是这个RFIDTag 它的尺寸上的标准 一般使用者在想象这个RFID 他可能会想象是又有卡 或是一张贴纸 其实像现在很多 UniCuro的商标里面都有RFID 他可能想象是一个纸状的东西 但其实在刀杆上 因为刀杆 如果一般的使用者比较不了解 刀杆大概长得像是一个锥体 有点马克杯大小的一个锥体 它其实是一个圆锥体 我们是在中间找一个平面 然后钻一个小洞 然后把RFID塞在那边 然后RFID它的尺寸 大概在30年前 这个在德国 就是德国工业标准 走的是最前面 他就把这个RFID的尺寸标准给定下来 那这个标准就是DIN的那个69873 这个标准他就规定了 我们这个洞要钻成510mm 然后深度是4.5mm 这样子一个洞 他当然有 有规定洞的公差 以及RFID的公差 那基本上是这个尺寸 他这个标准定下来之后 以德系的刀杆 就是HSK的刀杆 除了比较特殊 我记得是E系列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刀杆 现在现行的他上面都已经预设都有这个洞了 就这个洞本来就在那 日系的刀杆 他本身本来没有这个洞 那因为日系的厂商 他们也有自己在推自己的 自己的RFID的标准 那他们也有例如说 FY12的 FY10的 FY8的 他们都有 跟德系的比较不一样 但是后来走的比较成功的 其实是德系的 所以说我刚刚讲的DN69873的标准 10乘以4.5 by10乘以4.5mm 这个 现在是蛮通用的 那就连现在是日系的这些刀杆 你跟刀具商在采购的时候 你也可以指定上面 可以钻这样子的一个孔 那包括动平衡 他都可以帮你 把它调整好这样子 那所以说 你就会看到市面上蛮多这种 就是符合这个10乘以4.5 这个尺寸标准RFID 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类的标准 尺寸标准 所以说 这个跟传统式的那种贴纸式的 或是悠悠卡 名片式的RFID比较不一样 那它的天线也不 也不太一样 就是说一般悠悠卡 因为它是一个方形的比较大 所以说你天线可以做的 比较大一点 但是因为RFID在刀杆上面 它的空间有限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RFID在 刀杆上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天线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这个FY数 也就是说大概在FY12到FY10左右 会跟RFID的尺寸 蛮接近这样子 那第二个标准 我要讲的就是通讯标准 因为RFID里面 它有非常多频段 什么低频高频超高频 那详细的 因为这个可能牵扯比较深 我这边就不细讲 以一个开放标准来讲 厂家自己有的proprietary 或者是什么专利的平台 我这边就不好 不好去comment 但是以开放标准的话 最常用的其实是在HF 就是高频这边的 就是13.56MHz这边的 两个标准 一个就是ISO的14443 以及ISO的15693 这个其实ISO1443 就是我们的悠游卡 那ISO15693 它是同一个频段 只是它的传输速率比较慢 但是稳定性比较高 那ISO15693这个标准 现在目前在RFY10 就是高感应用这个RFY10里面 用的是蛮多的 蛮多家都有在做这样的产品 彼此之间都是可以互通的 就是说彼此的读写器可以读 那它里面都有都有买有刚刚讲的64个bit的这个UID 所以说如果之后有听众 例如说听了我们这个访谈 想要开始饮用这个 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考虑 这RFY10相容于ISO15693标准 第一个是它的相容性 你不会受到一家厂商的牵制 这厂商例如说 德系的或者日系 他们有一些专有平台 那这个专有平台 就只有他家的读写器可以读 那这样子变成说 你之后晶片也只能用它的 读写器也只能用它的 甚至软体都只能用它的 那这样可能会被绑死 如果走这种开放平台的话 那它开放标准的话 其实各厂家之间就是可以互通这样子 所以说我刚刚讲的这两个 一个是尺寸的标准 一个是通讯的标准 这个是目前在刀杆RFY10上面 比较常用的标准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的RFY10的道具管理 在产业界的运用的现况是如何 有哪些困境是我们需要克服的 说到这一点 其实以我们这几年在业界的观察 刀具RFY10在业界推广 其实还是没有很普遍 在有些大厂 例如说台湾的制协业的大厂 或者是比较有规模的 做例如说做线轨的这种 会发生就是说 它要布建一个新的产线 然后它就从头 从top down 从上面整体规划 那我们把RFY10一起规划下去 这样子的成功率就蛮高的 但是台湾毕竟比较多的 还是中型小型的加工厂 台中有很多很多引擎冠军 其实就是说脚踏车啦 或者是什么 航太的部件啦 这些台湾有很多很多引擎冠军 那其实他们就是 例如说家里有10台20台 甚至是4050台CNC 这个CNC它一开始来的时候 可能是10年前20年前 那时候都没有这个RFY10的概念 也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说 你要从旧有的产线去扩展这个RFY10 常常遇到的是整合的问题 而不是RFY10本身的问题 RFY10 那读写的技术 其实都已经蛮成熟的 那变成说 其实你今天要有一个软体的team 有点像是你家已经做好了 但是你要请一个室内装潢team 去你家重新装潢 这种感觉 你这个东西要打掉 例如说 我这台机台要停下来 然后开始里面要装东西 然后接下来老板就会开始对 这个我们自动化到底会 能做到什么程度 会有自己的期待啦 会有很多很多的客制化进去 我们面临到情况就是说 这种软体整合的部分 当然在日系德系那边 有比较完整的整合方案 但是他们第一个 价格还蛮高的 不管是RFY10晶片本身 或者是这个读写头 后面资料收集器 这个价格都还蛮高的 那第二个是说 他们提供的通常是一个公版 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软体有哪些功能 我都已经定义好了 那你要就是接受我这个功能 不要 那就是就就没办法 因为这种要做到自动化 或者是我这个视觉要如何呈现 我要收集哪些资料老板 工厂老板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这种间能够客制化的 如果你是这种 刚刚讲的日系德系的 它里面的 能够客制化的幅度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这中间 考量到成本 在目前中小这种加工厂里面 推行的还不是 还不是很成功啦 就是我看到的还不是很成功 另外就是说 常常软体这边 因为在台湾人这种做 就是一般做加工的 他们常常可以认可硬体的成本 但是不太能认可软体的成本 因为这个软体下去之后 他会有微物成本 或者是有server的那个通讯的一些费用 那他会觉得 软体为什么要跟我收钱 软体这个license fee 就是他们可能不太能够接受 的问题是你要有一个软体团队 支撑你这个工厂的自动化 那你必须要每年 当然要付一个营运的费用 那这个观念上的改 就是改变 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时间 而目前呢 就是我看到这些 反而就是说 软体整合上 以及自动化整合上 这个是目前RFID 在这个CNC智慧导感上应用 比较遇到的一些困境 了解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您提到 我们这个小厂用的 小厂说我们就算小厂 它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机台 我们RFID 假如是我们一个新的厂商要进去 我们要怎么去跟CNC做对接 它需要去CNC去开放一些频道 或者是开放一些点位给我们吗 说的好 这个问题问到非常深入 CNC你要跟它对接 它通常会留有USB或是RJ45的接口 那你需要有另外一个 那个基点网的机台 那这个可以让我讲的稍微深入一点 所以说 你要实现RFID刀具管理 其实你的前一步 其实应该是机联网 现在大部分的工厂 其实你的机台跟你的电脑之间 常常是没有连线 那你这个机台 例如说你今天要上下传程式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要把拿一个CF Core 或是拿一个USB来查 常常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步 你可能是要用无线或是有线的方式 先连到你的电脑 然后连到你的电脑 就是说你可以用有线进行 档案的上下传 这可能是RFID能够进来的地方 那你有这个连线之后 基本上你的后台 其实是可以捞到你这个控制器 里面的点位 但是也不是全部的点位都开放 所以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 你们家用的是哪一家的控制器 例如说 M色的或是F色的这样子 那这些控制器 它卖给日本的可能全线全开 卖给台湾的有些全线就不开 因为它日本的全部都整合好了 但是台湾它可能会就是防一些东西 所以说有一些关键的栏 它不让你读也不让你改 那你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说现在台湾能够做到 基本上就是刚刚讲的 你透过网路线RJ45这种东西 里面能够写的点位 例如说我刚刚讲的 那个刀长刀进 这就是可以透过RJ45直接写 这把刀用了多久 这个就要看控制器 那德系的控制器跟日系的控制器 有些开放程度不一样 那台湾支援日系控制器的支援度是比较高 也就是说台湾的软体整合商 对于日系的掌握度是比较高 那有些的那个例如说H设的 那个那个或者是S设的 那个常常就不知道怎么写 那个就会牵扯到后台 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网的装置 那它去跟控制器做对接 然后这个基点网的装置 还必须要跟RFID做对接 那RFID做对接就比较简单一点 什么IOLINK或是简单的 我们家的是用Modebus 这个控制就是基本上 我们就尽量把它开放让你比较好用这样 那反而是对控制器器那边 它会有比较多刚才讲的那些问题 刚才有提到 不然是F开头或是H开头 那如果是台制的我们这个低开口和大厂 他们的系统会对这方面有什么支援吗 其实就是要看各家怎么开 因为那个说实在我经验就没有那么多 基本上就是说 你能够透过 你能够透过一个通用的界面 然后能够存取里面的点位 就像PLC你可以存取里面的点位 这样子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它关键的点位 有没有开放给你 那因为这个东西每家开的不一样 那刚刚也有讲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应用 就是那个刀具设定仪的应用 那刀具设定仪同样的也要开一个Port 也要开一个API出来 我在那边有没有通讯界面 那通常是RS232的界面 然后那个东西全部又都是Proprietary 他们家自己订的 我要先丢一个什么支撞给你 你再还一个什么支撞给我 那么个每一家都不一样 基本上都有那个能力 但是又回到刚才 为什么软体整合这么困难 因为控制器这么多 教导语这么多 然后每一家的讲的语言都不一样 所以说就会需要很多团队 那你我场内搞不好有10台是M色的 10台是F色的 那有扫布剩一两台是H色的 那他就必须要有一个软体整合团队 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室内设计团队 他要蹲点在这里 啊蹲点在这里好几个月 然后就那几个人就是在这里 帮你把这些东西给兜起 对所以说他就比较难有一个公板 你去把它 啊我就是我这个套餐 你反正你大家先插一插就可以用了 其实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这样子 在您看来RFID刀具管理在未来 可能会有哪些突破和发展的方向 那豪玉电子有哪些布局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的 那个困境的问题 我们想要做的其实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比较清明的 里面的套餐 内容又足够丰富到 让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价格上又可以跟其他的日系跟德系 所以说我们想要做一个 也是想要做一个类似公版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已经跟一些机联网的 或者是有些加工厂 他们自己有这样的野心 想要自己做整场的自动化 所以说我们跟他们都有一些合作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RFID 可以透过一个WiFi的机联网控制 那他就是我们RFID后面的资料读取盒 直接透过WiFi上到原端 然后接下来同样的DNC 用那个WiFi的DNC 就可以去连像机台 然后可以实现档案上架船 然后是中间的电位 当然就是说只支援比较大厂的控制器 比如说M色 F色的这种控制器 比较小牌比较冷门的控制器 可能还不支援 这样子慢慢的有在打通 然后包括自动领刀 我们这把刀来的时候 这个刀来的这把上面是配什么刀 这个反而都是小事情 因为这个其实都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资料库 那包括后面跟例如说 自动贩卖机的结合 我们这逼完以后 直接就可以怎么样领刀 这样子的的这些应用 我们都有慢慢在开发 那我们目标 目标其实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出 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价格亲民 然后有竞争力 然后但是也可以同时符合 加工厂使用者大部分需求的 这样子的一个RFID管理系统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开放的 就是刚刚讲ISO15693的 我们希望就是说 今天如果使用者他们已经导入了 导入了这个系统之后 他们也是使用这个 那其实晶片上面 有点像是你今天 你开一个德国的车 但是你今天灯泡坏掉了 其实你可以换台湾的灯泡 台厂不一定要换原厂的灯泡 其实台厂灯泡也很好用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这方面 我们也可以想就是说 在这种比较消耗品 因为RFID这刀杆虽然说他没有消耗那么快 但是说他毕竟也是一个用久会坏掉的东西 那刀杆交换的时候啊 就是说这新的RFID的采购 其实如果有互通性的话 也可以选购台厂的RFID这样子 我们在RFID目前看来这个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压着滑水慢慢做这样 我们目前就是有这两个这样子的工具这样子 今天感谢豪哥为我们介绍 RFID在刀具管理中的应用 那透过对豪玉电子的访问 我们了解到RFID系统已经成为当今工业产业中一个重要的趋势 那不仅能够自动识别追踪或管理刀具 还能够优化我们的加工程式 那提高生产效率啊提高品质 并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 那未来RFID系统在刀具管理中的应用将持续发展和创新 实现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刀具管理 此外RFID系统还将与物联网机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融合 实现更全面更深入的刀具管理和数据分析 下一季我们将深入探讨3D列印技术的发展和未来 那我们邀请到台科大高速3D列印中心的主任为我们进行介绍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并告诉我们您未来想要了解什么样的产业 那感谢收听 那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